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外国的名字 就可以那么长都可以背起来的话 你们一定可以背着我的名字叫 阿罗凯丽亭巴奇拉 妈妈就告诉我 告诉我我的名字叫苏迈 我希望每个人还没有看到我之前 看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是原住民 本来 那我生下来就是用中国人的名字 我本来叫科美代 跟很多人一样 到现在都还是用汉秘 那我小时候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是因为进了原舞者 开始在原舞者里面学习自己的母体文化 是那么的美好的时候 从自己 从我自己的心里 深深深深深的觉得 这么好的 这么美好的文化 居然 就要在我们的手上面亡 恢复名字是我自己觉得 身为台湾原住民族 我们第一件能做的事情 重複 超大的 迷歌 有 伊欧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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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李之明在1995年 才可以在身份證上 使用自己的名字 一直到2005年的時候不到1000人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 什麼方式可以讓更多人使用 所以拍了 學小朋友這些影片 看可不可以讓大家更理解 更認識之後更感用 但是到現在 2011年 也只有2萬多人 但是這2萬多裡面 不好看像 現在的立保委員裡面 你們講得出來有哪一個立保委員 是用原住民的名字嗎 所以這2萬人 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為什麼會那麼少 原住民幾乎都有自己的名字 為什麼不敢用 台灣社會環境不好 會被歧視 連社經地位最高的 權力最大的 原住民立委 好像你們都不知道 他們的原住民名字叫什麼 也我們自己 團隊覺得說 大聲喊出來 FB會是最快的方式 如果經過白蘭實驗證明 不錯的話 再去更多的地方使用 如果說像FB上面可以大量使用 我覺得大家會慢慢習慣說 原來自己的名字是可以 原來有這樣子的名字 不是英文也不是法文名字 而是原住民名字 所以我覺得會讓更多的年輕人 願意甚至是勇敢喜歡 我一直覺得說 是不是原住民的孩子都有兩個名字 一個是為了應付身分證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部落裡面的 這樣 所以我走 那我在想說 如果我阿公阿嬤都走掉的時候 爸爸媽媽沒有在叫我的時候 那誰會叫我的名字 那我就要叫林佩洛 因為很多人考上大學的名字 媽媽突然也說 你知道你的名字叫什麼媽這樣 媽媽就告訴我 告訴我我的名字叫蘇麥 蘇麥這樣子 然後蘇麥是取自我的阿嬤的名字 我的阿嬤叫蘇麥這樣子 就是甜美的果實的意思 然後卡照是爸爸的名字 我們慣爸爸的名字 卡照就是以前 就在阿美族部落裡面 那個守望台上面那個看守兵 透過媽要比喉 他十年前 因為他也是住我們部落的 他只要一回到部落 他又很很興奮的告訴大家 可以恢復這個傳統姓名的這種運動 他跟我講的那個時候 我是覺得那時候我就很感動 也去行動 去辦理這個名字這樣子 當我換了這個名字之後 我就覺得我重生了 我找到我的靈魂了這樣子 可能你的金融 你的銀行的 或者這些護照 所有的都全部都要換掉 甚至你的印章 要刻四個字 可能會多加錢喔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講 我說對我確定我要換名字 這樣子 會有很多那個 那個護震的或是什麼 他們看到我名字這麼長 我名字有八個字 兩個點 然後 我叫阿洛卡利亦巴其辣 然後 巴其辣是我的氏族名 太陽氏族的名字 然後每次護震師 我看到我的名字 阿洛 他就坐眉頭 卡利亭 很像很難念 明明是中文喔 巴 他就叫他坐眉頭 我說 你的名字怎麼那麼長 坐計程車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習慣問你 他說 欸小姐貴姓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跟他解釋 我每天喔 知道嗎 我每天回覆名字的時候 每天到現在為止 我已經回覆十年 每天都會有人問我說 那個小姐貴姓 我們每天都要回答 很有力氣的回答 我說 我是原住民 我沒有姓 你叫我阿洛就好了 喔 為什麼原住民沒有姓 每天喔 很多次 坐計程車 小姐貴姓 ADO 以為是外國人的一部分 如果你真的決定要去換 我們透過很多影片 剛剛大家也都講 到貨政事務所 你到銀行高地政事務所 有二十幾個證件要換 你有二十個工作天 你可以去換嗎 可不可以真的不用 單一窗口的方式 我們想要換的見包卡 駕照 全部由 因為這個過去我們是被迫使用 不讓我們使用嘛 現在政府應該某種 道歉 然後某種賠償的方式 友善的讓我們一次 某個單一窗口 一次幫我們辦完 可不可以 就每一組現在都有自己的文字了 就用自己的文字 不需要用中文來書寫 因為中文的象形 太漂亮太美麗 都會改變我們的原意 當然在政策上 還有很多不方便 像我們就覺得 在學校一般的格子 都是不大夠用的 我們也希望 讓民間 現在健保卡很多 駕照的也都今年才開放 那個格子 很多人像阿錄的這麼長 過去的那個駕照 就放不進去 因為台灣族路凱族 的名字 會是比較長的 所以這個格子的問題 工 工家單位 民營單位都要能夠 是更友善的環境 格子要多長一點 這兩萬人裡面,網路上我沒有找到更新數字 很多人在回覆之後,原住民之後,又再回覆原來的漢民 因為被嘲笑、被歧視,非常非常多,特別是當老師的